我情愿被人打,不顾过被天收 你以后徒路很难走 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读罗是为了什么呢? 以前个个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今时今日,人人都改口了 喂喂,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錄音的今天就是大年初二 在防疫措施终于放宽了的今年,我相信大家都很急不及待地去拜年 因为过往几年去拜年也有点害怕,人群聚集 有些人又会出去了外国 因为几年没去过旅行,今年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关 小弟我录完这条片后也会出发喜情去日本 如果你还留在香港,今年有一套非常好看和有意义的破碎片 我就会介绍给大家 严格来说这一套就不是我们传统所认知的河水片 因为普通我们认知的河水片通常都是喜剧 但《毒舌大壮》它并非是一套喜剧 它是一套正剧,虽然它是由王子华主演 而且它的戏名也有点令人误会 让你以为它很串嘴,可能会有很多笑料 但其实整套戏是一套认真的正剧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想探讨 而且导演有一个讯息想带给观众 在未看看后感之前,我建议你先去看 因为我的影片是会剧透的 当然我不会整个故事都说出来 因为我都期望你们进去看 某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某一些很重要的情节 我会集中讲一讲 但不会整个故事平铺秩序地说出来 而且我非常推介大家去看这一套电影 因为这套电影就是说追求公义,或者追求公道 这些公义和公道在过去几年 我们香港已经逐渐遗失了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去看这一套《毒舌大壮》的看后感 再一次提醒,这条片是有部分剧透的 你一定是要看了电影才回来看我的看后感 好,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第一部分我略略讲一讲故事 虽然我不会整个故事都说出来 但大致上的故事是说什么? 整套故事大致上的密络就是说王子华本来是一个裁判官 但因为种种原因令他无法升职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说到他不会买鞋底 最后被他的死对头升职,调了他去淫审署 在这个时候涉嫌他老友谷德超就逮捕他去埋班 谷德超是一个赚钱很厉害的大壮 他可以介绍到王子华去认识一些上流社会的人 从而帮他赚到很多钱 王子华就是一个原本正派的法律界人物 放弃自我,变成一个专门赚钱的律师 机缘巧合之下就遇到王丹尼这个案子 王丹尼被控疏忽照顾儿童 虽然一开始是一个很简单的案子 但其实他背后隐藏了一些和上流社会之间的秘密 从而令到这件案子由误杀演化成谋杀 最后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王子华一开始以弃造的心态去接这件案子 再加上他缺乏细心,没有将一些律师的基本功夫做足 令到王丹尼被判误杀要坐17年 亦因此王子华认为自己做错了一件大事 他就离开了谷德超的律师行 转移去旺角开律师行帮这些穷人打官司 两年之后阴差阳错的一个机会下 令到他有机会帮王丹尼这件案子回案 而在回案的期间也逐渐发现这件案子隐含了很多秘密 而这些秘密所以在这个时候双方展开角力 同时王子华那边也抽屎剥范去推敲原本的案情 当中王子华也遇到两大对手 一个就是饰演主控官的谢君豪 另外一个就是有钱人的法律顾问王敏德 那么剧情的介绍就来到这里了 这些剧情其实网上的trailer就已经有讲到 所以其实是没有透露到大致上整个故事是怎样去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入戏院去看 而这一部分开始就真真正正是有剧透的成份在这里了 因为我会逐个演员就讲一下他套戏里面有些什么位置 是比较色彩和有些什么位置是比较有意义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要讲的演员当然是王子华 其实认真一点去看王子华他过去所担演的正剧 看过去十年其实不算太多 反而他拍喜剧的电影是会比较多 可能和他的动督笑形象有关 就算你数回90年代他比较多戏拍的时候 他也是比较少演正剧的 还有他演正剧而又是主角的电影可以说是少之有少的 王子华在这一套电影里面的功力是并没有集中在搞笑方面 当然有某些情节他都有份搞笑 但主要的搞笑位都是留给Dee哥 王子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集中在正剧的演绎上 因为如果他和一个角色又搞笑又演正剧的话 其实就很难带动到一个情绪和很难将导演想表达的信息 带给观众 所以我觉得这个安排是非常之好 即将搞笑位给Dee哥 王子华这个角色就叫做林良水 一开始我看trailer的时候知道他这个角色的名字 我都觉得其实喜剧感是挺重的 因为其实整部一开始的包装是有少少喜剧的 直到差不多临上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是正剧 林良水这个名字也很王子华一贯的电影角色的名字 二来就是水字里面的寓意王子华这个角色是五行欠水 欠水就是说他贪钱就是没有水 还有一个寓意就是水字带给人一个水皮的感觉 所以其实在导演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是想告诉观众听 他是一个很老口的人 他是一个很贪钱很试困的人 他是一个很差的官 有几个位置我觉得王子华是做得特别好 其中有一个位置就是帕天南 他第一次上庭的时候就说大话 说原本导门是没有锁的 改成导门是有锁的 就是屋里面只有王丹尼一个人 接着王子华整个样子呆了 他是不知所措的呆了 因为当王子华知道帕天南的口供前后不一的时候 他才警觉到自己连做律师最基本 找证人去签一份口供这一步都没有做到 导致王丹尼被判悟杀要坐17年牢 因为王子华本身以为他自己赢硬 所有东西都没有准备到 而且他第一件案子接的时候 他是以一个客人做的心态 因为当时他只是想赚钱 他就不想再伸张正义 或者不想再找一些公义公道 但他自己本身是不是一个人 一个这样的人呢 我觉得他其实不是的 他不是一个贪钱 或者不是一些想放弃公义人 因为他一开始应该是一个追求公义 追求公道的律师 因为其实在故事后面 Dee哥有曾经说过他小时候 王子华是怎样摸心摸命去帮他 但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会看到王子华好像这么厌世 应该就是因为他后面也有说 他说其实因为他不肯乃鞋底 所以法庭就没有将他委以重任 反而是另外一个人 认识乃鞋底的人就将他升职 但他又没有了 所以王子华开始的时候 才以一个这么客气的心态 反正个人都乱鞋底 我都乱鞋底 放弃公义 有什么所谓 这个就是导演其中一个想说的道理 就是他很怕有朝一日 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想 就是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个人都是这么契狄 接受了这个世界是没有公义的事实 所以基于王子华本身的底 他是一个追寻公义的人 他知道自己害了王丹尼的一生 就是令到他要被判17年监 当时他呆了那个样子 是做得很好 不知所草的样子做得很好 还有一场戏就是王子华和谷德超 去见的富二代和金融财进的场面 亦都看得出王子华本身 其实是不想去接触这些富二代 虽然他们是坐在一台喝酒 但你可以看到王子华在整个画面里 他是坐得最开的人 演绎出王子华和这些人是有一些距离感 尤其是在这个心理学上 他越坐得开和他人的身 越倾向外面 其实就是越不想去接触那些人 还有一个位置 我觉得都要一赞 就是王丹尼被判监后 两年之后 王子华机缘巧合之下 就可以得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他就走去监仓 再求王丹尼给多一次机会 他会免费帮他打官司 因为他是想弥补自己的过错 王丹尼一开始当然不骚他 因为之前他吃了 但王子华冲出监仓 跟王丹尼说一句 我们一定会很努力地帮你打这场官司 我们是一定会 如果大家会去异刷 或者有机会再看多一次的时候 特别留意一下这一句 王子华说这句对白的时候 他是特别用力的 如果其他戏 他说这句对白 其实你会觉得很简单 因为这句对白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对白 不是说有什么异议位 但为什么会说得那么好听 是因为演绎的人 可能已经代入了那个角色 就是他可能有一件事 他是想追寻的 而那件事已经逐渐失去了 他是想借着这件案 再次找回公义这件事 所以他说这句对白的时候 他才那么出力 那么有感情 还有另外一个位置 我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王子华 他接了一宗黑社会大佬的官司 但因为他要帮王丹尼回案 他要推他所有的官司 集中精神去帮王丹尼回案 那一刻社会就找到上门了 我说我临上庭的时候 你才说不早 然后就逼王子华做 那一刻社会就找烟灰缸 撞了王子华的头两下 打到他爆了缸 然后王子华是一路流着血 一路说 有一个无辜的人 因为我要坐17年 我只有这次机会 他拔他出来 错过了这次机会 我就没有了 然后他就很大力地拍那张台 拍了三下 那一刻是感觉到他很用力地拍那张台 而且是感觉到他觉得自己 就算没了一条命 他也是要帮王丹尼回案的决心 这个位置也是很看到王子华 很用力地演出 而他这种用力的方法 也很适合在这个场合 也不会过分地用力 那在整套戏里面 王子华的演绎上 很明显是看到他有那团火 尤其是最后一幕 之前所有的铺牌 其实都是一直酝酿 最后这个大场面的情绪大爆发 如果说最后这一幕所表达的意思 和内容 不是王子华的心声的话 他没有可能演绎出那种有团火的感觉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王子华早年的动篤少 很多时候都含有一些政治的成分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有看法的人 所以面对今时今日的不公 王子华心里面 很明显就有这一团火 而这一团火 就在最后一场戏里面爆发出来 至于他说了些什么 我在最后金句的部分 我会再说回 但单单是这一场戏 我已经是觉得 值得入场去看 《毒舌大撞》这一部电影 而且我觉得王子华 和他两个所谓助手 就是年轻演员 一个就是Dee哥 另一个就是何思荣 三个人一起 其实是有一个挺好的化学作用 因为王子华所饰演的林良水 做事是比较走遮面 而何启华就是帮林良水 处理一些律师不见得光的事 那杨诗永所饰演的方家军 做事是绝对正确的 其实方家军这个角色 有少少像后面我会介绍的 謝君豪所饰演的金软山 的后山版 因为两者完全都是依足规矩做事 完全不容许任何走遮面的存在 所以王子华和Dee哥和杨诗永 三个是处于一个互相制衡的状态 不知道导演是否想暗示 原本三权分立的状态 即是行政立法司法 三者互相制衡 而王子华就在两位后背中间 一位就很善于用黑道去做事 另外一位就善于完全去跟法律规矩做事 令王子华本身做事得到两方的制衡 而不会太过离谱之余 亦不会太过黑板 所以我觉得王子华和他另外两位助手 三个互相制衡是做得刚刚好 另外一个角色我想介绍就是 謝君豪飾演的金软山 其实謝君豪这个演员 我早在二十多年前 已经对他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一开始是知道他出演舞台剧的《南海十三郎》 但其实当时我还未真正正正正留意他 直到他去亚士参与一部非常经典的剧集 我和姜思有个约会议 头几集可以说是这部剧集的《罪章》 可以在这个《罪章》里面 就飾演一个吸血鬼白雀 当时我第一眼看到謝君豪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和这个角色非常之夹 因为謝君豪的样子 他正气得尼其实有少少Bluberg feel 而且謝君豪年轻的时候是很帥 他只是近年有少少大叔化了自己 但他大叔化依然都是帥哥那种大叔 謝君豪今年其实已经59岁了 但你看他的样子其实一点都不像 我想如果你说他50岁 甚至乎他40到尾都有人相信 謝君豪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很老正的角色 他在故事里面从来没有想过用任何手段去赢王子华 也不会因为权贵力量而屈服 他单纯是想守护整个司法制度 和以前的法庭电影有个分别 以前的电影通常会塑造到对方的律师 会想尽办法赢主角这一边 但謝君豪这个角色金软山其实是没有赢和输的存在 甚至乎他去到最后帮王子华那边 但这个我觉得有点离谱 后面会再说 但他是单纯想守护整个制度的完整性 也可以这么说 謝君豪所饰演的金软山 和王子华饰演的林亮水 其实正正是一个相反对立的存在 因为林亮水是一个走净面不跟规矩做事的人 虽然他不是一个坏人 但在法律上来说 所有东西都是规矩不可以偏差 而完全跟规矩不可以偏差这个做法 正正就是金软山 即是谢君豪的做法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谢君豪非常讨厌王子华这一种律师 甚至说他是不尊重整个制度和他的行为 令到整个法律界蒙羞 而且令到法律界蒙羞这句说话 其实这句对白不是一次出现的 其实在电影里面也出现了几次 不知道由何时开始 有些人就很喜欢搬龙门 明知道有些东西是要跟规矩做事 但他们就很喜欢将规矩改变了做另外一些东西 令到他们自己可以脱身 我想他想说的令到整个法律界蒙羞 就是说这些人 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输打赢要 知道自己可能没有胜算 又改了一条规矩 我说一套戏 所以谢君豪第一次上庭的时候 就全力出击打到王子华落花流水 连王子华这些那么狡猾的人 都被谢君豪问到口啞啞 由此可见 谢君豪这个角色 单纯是讨厌王子华这个人 不尊重整个司法制度 而他本身不是一个坏人 也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那么在这一场 谢君豪第一次和王子华对决的场面 完全有别于我们一向看的法庭剧 因为我们以前看的法庭剧 两位律师说话 一下子就走来走去 一下子就手没捉到 但其实在我们现实真实的法庭上 律师的唯一动作就是 起床和坐下 还要是一方就起床发言 另外一方就一定要坐下 和不准出声 这一场戏也可以展示到谢君豪的气势 无论王子华说了什么 他都可以立即列举出很多点反击 再加上整场戏的背景音乐非常紧臭 所以令到这个场口很紧张 再加上背景音乐有一些打鼓的元素 即是有些鼓声在里面 有些像以前行军打仗 要用到那些战鼓的鼓声 令到王子华和谢君豪之间的唇枪射箭 有一种无合无打的感觉 有点招来招往 如果这一场戏是一个动作戏 我相信应该是两大高手互相过招的场面 另外一场我觉得谢君豪做得挺好的位置 就是当他看到王子华偷拍那条片的时候 他又原本和王子华爭到面红已热 但是当他看到一条片的时候他即时没有发出 因为他心知道原来真相是这样的 即他发现原来他在辩护的东西才是错 他这一家看到的真相才是真 所以虽然在角色上面他是完全没有对白 但从他的表情和肢体动作上 可以知道他已经心知道自己是在辩护一个真正有犯案的人 他没有像传统的法庭戏的敌方律师一样 不理青红做白一美帮自己的client去辩护 反而真真正正感觉到他想帮的其实是真理 还有一个位置我觉得谢君豪做得不错 这个位置就是当王敏德去找他的时候 他心知道自己和王敏德有利益冲突 所以不方便就对话 虽然王敏德没有亲自跟他说 他找了其他人和谢君豪说 但当下他们提到究竟是真相重要一点 还是程序公义重要一点 这个位置其实我是挺喜欢的 奈何他有点点到即止 如果在这个位置再加一点气氛给王敏德和谢君豪 两位再演多一点 去讲一下这两者的重要性 可能这一段戏会更加有意义 另外一个我觉得主要人物又做得挺好的 就是王敏德飾演的董惠葛 王敏德今次是飾演一个旧时代法律界得高望重的人物 虽然看戏里面他只是帮有钱人做事 但其实戏的设定他的地位是相等于李柱銘的同门师兄弟 那本身王敏德留宋再配这个Orbattle造型 已经是够霸气了 再加上他很适合飾演这些旧时代外国人精英的角色 基本上他不用演 单凭他这个外形就可以令你信服他是精英阶层 和有一定的人物和影响力 虽然他这个角色的气氛是比较少 但是他每每动用到的人物都是社会最上层 包括他竟然可以令律政司改判原本误杀的王丹妮为谋杀 而最高的监禁是可以终身监禁 这个位置都挺符合国情的 另外他也可以动用到海关的人 以不诚实使用电脑的罪名去抓入王子华 更加可以令到警局里面的人刻意令王子华在上庭之前都不会放他出来 还有就是他和谢君豪的对话 由于有利益冲突所以他自己不方便说 但他就找到一个能够可以说服谢君豪这些硬颈的人 这个人有可能是谢君豪的师傅 所以足以见到王敏德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在律政界的影响力 不过要数到最有印象的一场戏 一定是要说到他上庭作为证人的时候 他名串了王子华 甚至是我们星斗市民的一番说话 他就说 We believe that we are all equal But the truth is we are not And never will be 大致上就是我们都相信人人平等 但真相就是我们是并不平等 而且永远不可能平等 单单是这句简单的说话 就带出了社会的不公 而在他们精英间一层的眼中 世界从来都是不公平 也都永远不会公平 在他们眼中 永远有一帮低下层被他们压榨 由于这句对白是要显示精英阶层 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再加上如果用英文去说出这句对白 那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会更加显著 所以王敏德说出这句对白的时候 是特别有说服力 另外一个想介绍的演员和人物 就是谷德超飾演的TK河 如果我没记错 谷德超说自己是王子华的同学 也都可以看得出这位旧同学 其实是很照顾王子华的 由他看到王子华被人调去淫审树 再拉回去自己的律师行帮忙 再去带他见识不同的上层人物 令王子华可以憑藉炒楼炒股 得到金钱和利益 那这个位置也可以反显到 有一些律师其实并没有视自己的职业 为人民争取公义 反而是自己的职业可以更加接近上层階級 从而可以得到更加多的利益 包括金钱权力和女人 这群人就是王子华所说去买鞋底的那群人 而王子华本身因为不愿意去买鞋底 所以一直都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虽然谷德超这个角色做事向浅汉 但也都看得出他很多位置是真心地为王子华着想 包括王子华两年后想找方家军去帮忙打王丹尼 如果不是谷德超和方家军去说了几句 我想方家军应该是不会帮王子华去打王丹尼的官司 那这个位置就说到一些年轻的演员 其实这一部电影有几个新的演员 包括王丹尼 杨诗永 何启华 柏天南和廖子鱼 这里我会抽三个来说 就是阿迪哥 杨诗永和廖子鱼 阿迪哥所饰演的太子其实是一个师爷 我想他这部电影的主要目的是处理一些搞笑位 因为王子华的角色定位其实是要做正剧 所以不再方便去处理一些搞笑位 因为这样做王子华的角色的说服力 就会大大地减低 所以才需要太子这个角色 其实我本身第一次是看阿迪哥的演戏 虽然我一直都知道他是ERROR 还有我知道他是ViuTV一哥 但是何启华今次的演练 我觉得是非常恰如其分 做得很好 因为他掌握节奏和演练的强度是刚好 例如他搞笑的时候 他很把握节奏令到观众笑 同时他去做一些认真的戏的时候 他又会演练得刚好到位 因为一开始演戏的演员 很多时候会将一些演练夸张化 就是过分地用力去演 所以其实他在演练上 他刚好到位 他是没有超过没有over 亦都是没有少 而且在他的演练上很拿捏得到 自己师爷这个角色 什么时候需要动用到法律以外的超技术 去达成他的目的 虽然他是黑社会世界 但演练上他没有太粗声粗气 斯文德莉也潜藏了一分狠劲 我未来都很期待阿迪哥在电影上有其他发挥 如果以年轻的男演员来说 他和岑家琪一样是我近年比较喜欢的新演员 那杨思永所饰演的方家军 早期因为不满意王子华的处事手法 事事和王子华针锋相对 尤其是当王丹尼第一次被判誤杀17年的时候 在法庭外杨思永指着王子华来骂那场 看到他身为新人一点都不怯场 其实你看一些演员访问 他本人应该是比较斯文和音声细气的 但那场戏他放在王子华旁边 绝对不觉得他是柔弱 反而觉得他是一个很具理力真 很有主见的一个角色 所以在电影组段王子华说杨思永是阿姐 我完全感受到他的气势 那最后一个想说的新演员 其实也不算是太新了 就是廖子鱼 他饰演的是一个上流社会的有钱女 钟念华 廖子鱼是我近年非常喜欢的年轻女演员 很巧合地廖子鱼第一次来到香港 拍的第一部电影 和一班同学我已经有看了 那很老实说 当时是绝对没有留意到有廖子鱼的演出 因为当时廖子鱼的造型真的都挺老套 而且和一部电影里有个有戴眼镜 有着校服的角液心 那当时没有留意到廖子鱼都很正常 那我真真正正留意廖子鱼的时候 就是由地产仔开始 那他的打扮和造型 就算是男人的我都觉得他很英俊 甚至乎有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究竟是 喜欢女性那边的廖子鱼 还是男性那边的廖子鱼 搞到我自己都有一些姬姬的 那近年他在电影上面的演出都挺多 包括去年的梅艷芳 饭器公心 至此 以及今年的毒舌大狀 令到我觉得这个女演员的演技是突飞万进 尤其是在至此里面 我甚至乎觉得她是比女主角演得更好戏 因为在至此里面 她是飾演一个有少少少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女孩 因为她本身其实是一个受害者 她是被一个兇手斩了一只手 但不知道为什么 因缘祭会之下她又爱上了那个兇手 她又帮兇手去抓其他女人去犯案 我觉得这种挣扎她是演绎得非常之好 而且我觉得尿子鱼本身的可索性是非常之高 你想想想 由同班同学的学生妹 再去骨妹的技师 再去到梅艷芳里面 饰演梅艷芳的姐姐梅艾芳 再去到至此里面 和这个兇手之间有一段 情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女受害者 再去到现在毒舌大狀 饰演一个上流社会 基本上她每一次演绎的角色 都和过去有很大分别 我甚至可以这么说 只要尿子鱼一直留在电影圈里面 不用5-10年 她一定有机会得到第一个 金像奖略主角 我很有信心 而且她演绎中联华这个角色的时候 她特意学一些 荷里活20-30年代女星 她的食烟手势 因为那个年代 很多荷里活女星 食烟都吃得很好看 再加上她那种 眼生在头壳顶 好看不起人的表情 而且她也演绎得出那种 有钱人其实都相信平等 但有钱人相信他们的平等 是比其他人更加平等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场戏 就是廖子鱼饰演的钟念华 竟然可以运用自己的特权 自由出入监狱 她进去见到黄丹尼的时候 整场戏竟然是一句对白都没有 反而我觉得这场戏 无声性有声 因为其实这场戏 可能有些人会误会 就是为什么会突然不出声呢 其实廖子鱼拍天林和黄丹尼之间 感情瓜葛是有点复杂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位置 有点断了 因为回看之前推运的时候 其实有见过廖子鱼 带着黄丹尼 再加上在电影里面 他们有一个很曖昧的眼神 可以看得出廖子鱼本身 是相性恋的 她有可能是喜欢女人 有可能是相性恋 所以她走入监仓那一刻 她和黄丹尼完全没有对白 应该是想说她两个曾经有一段情 所以她们两个可以说是旧情人 但想不到廖子鱼自己的老公 竟然踏上了自己的旧情人 这段复杂的三角关系 令到廖子鱼和黄丹尼 有一种说不清的宿怨 所以这一部分 他们才是完全没有对白 再加上我觉得廖子鱼想表现到 她身为上流社会的那种权力 和想表达社会低下层 当面对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事的时候 那种无力反抗的无力感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戏 绝对是无声正有声 还有最后一场法庭戏 就是廖子鱼带了一群大律师去旁听 同时没有任何传媒 可以采访到这件案件 当所有大法官到现场的时候 就呈现了一个画面 就是所有大法官都是穿黑色衣 唯独是飾演钟念华的廖子鱼 是一个人穿白色衣服 亦都突显得出 纵使廖子鱼是这帮所谓大法官 社会的上流人士 精英阶层里面 他们比这帮精英更为上层 和更为独一无二 来到这个位置 终于要讲一下体后感 首先我反而想讲讲一个导演 导演吴伟伦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编剧 这次《毒涉大撞》 可以说是他第一次的执道 之前他也编过不少 繪迹人口的电影 包括韩战义 《正人》 《善人》和上年的梅艳芳 甚至乎韩战义 由2016年上映之后 长居港产片的冠军 达6年直到2022年的 《明日战见》和《泛气公深》 才被打破 首先我猜不到 一个演出編剧的人 第一次执道就有这个成绩 他非常掌握到整部电影的节奏 但节奏这个位置 我在教后的时间会再讲 其实为什么我会一开始去看这一套 就是会想着去看这一套《毒涉大撞》呢 其实我是来自于看了一个导演的访问 就是访问吴伟伦导演 在那个访问里面 他是有讲到的 电影里面经常有出现 《天有眼》《天无眼》《比天修》的剧情 他认为经历了过去几年 做人做事要凭良心 出卖良心的确是会得到短期的利益 但是那些所谓的利益 是不长久的 虽然导演认为 凭良心做人 那条路是难走很多 但走到最后 天都会帮你的 还有 为什么会有这个电影故事的念头呢 就是来自于导演 在19年尾 20年头 他说大家都经历过一个很艰难的时刻 所以留下的都是一些不愿放弃的人 而留下的人 就是要和他死过 在香港活得开心 已经是一份挑战 所以他希望这一套电影 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抹下去的理由 相信这个世界还存有公义 还有都是在一些导演的访问里面 他是有这样说到的 整部电影有两大元素 其中一个元素就是 希望大家还相信有公义的存在 另外一个元素就是 他是想说做错事要承担 他说有些人做错了事 他没有承担到那个后果 他连累了很多很多其他人 他甚至乎觉得那个后果 不是他引起的 而是其他人不听话 导致到有这个后果 他甚至乎是觉得 他是不需要去承担这个后果 所以为什么在这一套电影里面 王子华他第一次令到王丹尼 被判误杀错了17年 他一直都很内疚 他到最后 他就算是要被黑社会打也好 他欠人钱也好 找不到吃也好 他都要帮王丹尼 欠回这个公道 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件事 他连累了其他人 所以他要背起这个责任 把这件事搞定 我看了这两个导演的访问 我先决定入场看《毒舌大撞》 一开始我没有打算去看《毒舌大撞》 因为我本人 是不太喜欢看喜剧 因为我看了那些 要是死人嵩漏 要是怪兽杀人 要是变态狼杀人 要是一些很沉重 或者很有意义的戏 我一开始没有打算去看这部戏 因为我本来以为这部戏是一部喜剧 因为这部戏的名字叫《毒舌大撞》 就是令到你想起那两个人 在法庭上一定是唇槍舌劍 说一些很串嘴的东西 就是可能是一些很搞笑很轻松的东西 再加上他放在这个财税的档期 通常财税片都是一些轻松搞笑的电影 还有王子华的角色名叫《林良水》 非常之一贯王子华电影的角色名的处理手法 就是你想想王子华以前那些什么一元鸡保镖 什么麦代宗司 就算麦代宗司是收三四千万 好老实说都很难顶 还有整部戏早期的放映 都是以一种轻松搞笑的方式 令到别人以为这部电影是新年期间放映 是一部祸岁喜剧 但是随着这部电影 越来越接近上映的时间 他再放出的放映 又完全有别于他早期放出的放映 那两部电影就开始认真了 也因为它是一部正剧 当时我未知 我就开始去看导演的访问 想看他究竟在这部电影里想表达什么 因为在电影里很明显 就看得出有些东西想表达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看完导演访问 知道他有些东西想说 我就进了去电影里去看这部电影 其实这部电影是一部正剧 虽然它有少部分都是搞笑位 但主要90%以上的时间 都是讲一个很认真的议题 而且在导演这部电影 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是想讲给观众知道 虽然整部电影有130分钟那么长 而且全部都是文气 是零动作气 但是这130分钟里面 它是连一个门位 甚至乎一个厕所位都没有 它的时间和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基本上头10分钟已经交代到 王子华为何由一个裁判官 转做律师 头20分钟已经交代到 王丹妮为何被判17年冤獄 再到电影过了1个小时 第一个敌人 謝君豪正式出现和王子华交手 一直的紧张气氛 就带到最后王子华10分钟 一番感人肺虎的statement 整部电影的时间的把握 是做得很好 亦都非常好看和有耐涵 基本上整部电影的每一个角色 都是有戏做的 是完全没有一个角色 是做得不好或者是多余的 是没有一个角色或者没有一场戏 你们觉得它是多余的 整部电影想讲述的年代 首先应该不是现代 因为看到那些人用的电话 并不是智能电话 第一部智能电话 应该是2008年前后出现 所以我相信 整个故事讲的时代背景 应该是20年前左右 再加上 不知道我是否看错 王之华竟然上庭的时候 拿一部call机出来 如果call机的话应该是1990年 所以他的时代是比较模糊 还有导演也有说过 时代在这部影片是不重要 最重要是他在电影里想表达的东西才是最重要 而在故事里面所讲述的宗家 他的权力简直超乎一个上流社会可以拥有 他们基本上可以控制传媒 政界商界甚至可以动用政府里面的人物 如果说他是一个上流社会 特权阶级的话 我更加觉得他们应该是想说某种 organization 至于是什么organization可以完全控制 传媒和政商界 我就想不到 我就交给大家自己去想 还有就是尿子瑜所饰演的钟念华 他第一次出场 就叫王敏德帮狗去搞那些信托基金 你不要以为这些桥段 在电影里面才会出现 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那些上流社会的人 真是很离地 他们可以为一些很普通很简单的东西 就劳斯动众 花很多钱 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围着他们转的 还有其实他们 很多时大部分都是一些好人来的 不过他们好人的定义 和我们好人的定义有少少不同 有时他们会不小心做一些坏事 而那些我们眼中所谓的坏事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 就好像王子华最后这样说 精英阶层一直都想打入一些上流社会 但真真正正的上流社会 他们只会当其他人是狗 而上流社会的人 虽然他们都相信平等 但他们所相信的平等 是比其他人更加平等 就好像饰演廖子鱼的妈妈林小站 都想说一说林小站这个演员 就是她做上等人是特别特别似的 我忘记了以前做真正的时候 她是不是都做过一个上等人的角色 还有本身小站姐她是弹钢琴很厉害 曾几何时当英女王访港的时候 她是在英女王面前弹奏过一曲的 那说回一部电影 她说王丹尼都已经坐牢了 既然她都坐牢 那就不要再出来了 这一句说话 杀伤力这么大 但她竟然说得这么轻描淡舌 她一句说话 就可以足以改变其他人的一生 亦都可以见证得到 上流社会的人做事 她是不理其他人的看法是怎么样 她也都从来没有当过你是人 还有我挺喜欢这部电影 她是用了多少 律师会用到的技巧和策略 首先她们一开始有说到过 裁判官自己的老公也有依赖 所以同为依赖的王丹尼 遇着这个官一定没有好结果 另外她们也预计到 律政司会找哪四个主控官 来处理这案件 所以王子华那边 首先接触这四个人 令到他们有利益冲突 令到律政司没办法 找这四个人去处理这案 虽然最后找邪君豪是慢了一步 让王敏德先通知邪君豪 王子华用了一些小手段 令到其他人介入不了这件事 从而令到邪君豪 更加要亲自处理王子华 这个不守规矩的法律界垃圾 还有就是律师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有她的策略和节奏 以及问问题尽量要问到很简单 令到当事人只能回答一两个字 主要就是不想让他们想那么久 因为一有时间想 就可以说到大话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策略 就是头几个问题问得比较简单 令到证人习惯了这种简单的思考模式 然后律师就会很快地出招 去问一些很critical的问题 令到证人是没有时间怎么去说大话 还有就是王子华在庭上播片 令到陪审团首先得到事实的真相 从而令到他们先入为主 令到之后无论主控方 去提出什么观点 陪审团都很容易因为先入为主 而没办法去接受一些新的观点 我想这个位置其实都符合现实 为什么法庭审案的时候 就不可以那么轻易被传媒披露那个案情 因为如果披露了案情 就是社会上有讨论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令到陪审团 去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效果 令到他们无法用一个common sense 去裁决案件 因为根据普通法底下 裁决有罪还是无罪 陪审团只要用他们的common sense 去裁决就可以了 因为陪审团并不是法律界人士 以陪审团作为第三者的角色 不牵涉到控方和辩方之间 亦都不牵涉到任何利益冲突关系的人 因此陪审团可以说是制行 整个司法制度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但可惜有些案件反而是放弃了这一环 因此令到整个system 没办法制行 令到其中一方可以无限制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还有很多时候电影 法庭的场景和现实的场景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导演最初有想过自己搭建一个法庭 但因为资金的问题 最后他们找了石果耿泉的两个旧式法庭 一个是粉嶺裁判员 另外一个是北九龙 所以在电影里面 其实都是一些旧式法庭的真实场景 还有某程度上 我觉得律师都是有一定表演欲的人 才可以做到一些出色的律师 因为很多时候律师要表演一份气势 其实就跟演员差不多 法庭相对于律师来说就是一个舞台 而律师上了法庭就像演员上了舞台一样 所以有表演欲表演得越好的律师 才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 而引申法庭是一个表演的舞台 而律师证人只不过是同一场戏上的演员 只要任何一方做得比较出色 就算没有罪都可以被冤枉到有罪 但同一个道理 只要某一边的团队做得比较好 就算他真的有罪 真的有做过 真的有杀人 亦都可以打得掉 所以基本上控辨双方 其实就是演绎一场戏 而最后就是看陪审团 他是拜哪一场戏 在电影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钱人可以聘请到最好的律师 而那些律师又会有一些能力 可以找到法律界甚至政府里面的人帮忙 而整个司法制度里面 其实只要哪一个有钱 哪一个有权有势 就可以摆拢这些network 甚至你可以看到廖子鱼饰演的钟念华 就这样走入监仓里面 之后就跟职员说 你很帮得手 到时我会跟你遮掩两句 可以看得出 在整个大环境之下 有钱同时有权有势的人 就可以玩了 所以为什么王子华最后爆笑 以前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今时今日 法律面前窮人陷伦 是彰显了整个制度的不公 以及电影故事 归电影故事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 是真实发生在现实社会 王子华应该是不可能赢的 先不理那些权贵 可以如何活动财力 权力 人物 去摆弄是非黑白 更甚的就是那帮权贵下面 还有一帮人想 拿这帮权贵的鞋底 想尽办法颠倒是非黑白 亦因为这样王子华最后 才说你这帮人 以为做这么多事情 可以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份子 可以成为权贵的一份子 但真真正正正的权贵面前 其实你们只是一只狗 所以电影上某程度来说 是作为观众一种情绪的发泄 就好像以前很多人很喜欢唱K 其实就是因为可以发泄到情绪 而这一部电影 亦可以作为香港人 发泄近年某一种 的特别的情绪 尤其是大家过去几年 可能疫情都屈结了很久 看完这部电影 是一个情绪抒发的效果 最后我想说一下 这部电影就是一部追寻公益的电影 但再细之一点 其实是一部追寻公道的电影 公道和公义两者是不同的 公义是某些人才会追寻公义 但公道是每一个人都追寻公道的 而且这部电影整天都想说 不拉鞋底 不做契弟 做契弟的人 当然他们是为了追求利益 因为人人都知道 不做公义 做契弟的事 是会被人骂 被人歧视 你做契弟 其实是一种短事的行为 短期里面的确是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利益 但长远来说 是不是真的换到一个长远的利益 以前王子华在动督笑里面说过 香港之所以成功 就是有一班聪明仔 我在上次无间道那条片也有说过 就是有一班人好像刘建明 是一班聪明仔 他在今时今日这个社会里面 他为求得到利益 他将以前他所有做过的事 全部清洗 就好像刘建明 他要清洗自己成为臥底 成为黑社会的过去 而聪明仔和契弟的分别 就在于 大家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都是在做一些这么糟糕的事 但是聪明仔 他是会做得好看一点点 但是契弟 他是做得辱酸很多 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要画公仔 画出场 撇声都这么辱酸呢 其实很多东西的处理手法 是不是可以更好一点 是不是可以跟回社会大众的 如果有一个共有价值观呢 以前的香港人是有一个共有的价值观的 但不知由何时开始 大家的价值观就慢慢被分化 当大家发现自己的价值观 可能和其他人不同的时候 他们便选择全都 选择去相信自己认为是对的 以前香港就好像一个大家庭 大家有一个 have a good time 的 moment 但是现在任何人去说任何东西的时候 都变成了一个 make a statement 最后就演变了这个家庭 就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今时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 以法庭为主 谈论社会公义的电影 日后就不知还有没有这些机会 再加上电影里面的律师和法官 是采用救济 还是穿着律师的帮名戴假发 日后这些殖民色彩的电影 可能都会没有了 所以要看的话就很立刻看 不看就可能没有机会 还有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些电影上演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有什么电影 就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人 在追求什么 因为是有求才会有功 那无论如何都好 我觉得《毒舌大壮》 就算它是不是贺岁片 都好都是一套非常优秀的电影 当然它里面是会有少少的问题存在 会有少少的bug 但就算有那些bug存在 基本上都难掩到它是一套很出色的电影 所以我会给8分 还有我都很强烈地推介 大家是要去看这部电影 因为电影里面谈及了一种很珍贵的东西 就是追寻公义和公道这个问题 近年我们很多优良的传统价值观 一点一点消失 大家慢慢好像忘记了我们小时候 学到的传统造人价值观 所以我希望这部电影可以提醒大家 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公道 以及支持香港电影 那说到这里 看后感这部份就完结了 那后面这一部分 我就会讲一下这部电影 是讲过一些什么金句 首先一开始在开场的时候 王子华他讲过一句 他说 Case多是不是我的问题 老实说Case多真的不是法官的问题 是社会的问题 而社会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那究竟是哪个人的问题呢 还有王子华去跟金融财进喝东西的时候 那些金融财进曾经说过一句 他说炒股票就是赢道理 打官司赢的就是歪理 所以显得在那些人心目中 追寻公义正义 反而才是一件坏事 赚钱 反而在他们心目中才是道理 也可见得我们现今社会的价值观 是扭曲到什么程度 还有王子华和林宝宜在球场上 曾经有说过 我有料 我是不会乱契弟的 那呼应王子华曾经在一个访问里面 他有说过 他说每个人都经历过乱契弟的阶段 但当你不需要再做契弟的时候 你就不要那么契弟 但偏偏有些人要坚持做契弟 还有那套戏里面 不管是王子华或者是谢君豪 都说过比天修这句话 那王子华曾经有一个对白就是 宁愿被人打 比天修好 难道我们一生都要被人按住来打 所以也呼应 最后王子华在桌下 就发现了 天无眼 是变成天有眼 也可以反映一些 可能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人收不到他 只可以靠天修他 而套戏也想带出一个正面的讯息给观众 就是做坏事的人 终有一天 是会被天修 还有就是王子华在那个奸汤里面 抽格里面 他这么说 他说那些大SIR 没事就收你入袋 有事就放你上桌 你都见不少了 下华 那我想这一番说话 不管是放弃什么行业 上面都好 就是总有一些上层的扑街 就是见你好用就收你 到时有获 就推你出去背 所以现在没事无干 当然是没事 将来有事的时候 你就会被人推出去受罪 还有在电影里面 曾经有一句对白这样说过 他说制度坏了 所有人都要受 整个制度建立了百多年 一旦制度其中一匹瓦解 整个制度的高场就会坏下来 那些人就会变得 个个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因为没有人制衡他 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然后那些人就会 你斗我斗你 互相去读灰 以前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些东西 以前怎么会 老师怎么会校长 去告发自己的学生 还有最后一场法庭戏 有一个位置 楊施永说 今天这里 一个传媒都没有 something is wrong 然后王子华就说 今天这里 everything is wrong 那我想这句 都不用我多解释 还有就是当然少得 王敏德那句 这么经典的英文对白 we believe that we are all equal but the truth is we are not and never will be 在一个可能没有公道 或者公义的世界 去追寻公义 其实是不是很辛苦呢 正等于我以前曾经有说过 在一个所有世事卖物 都是消耗品的世界 去追求内容品 去追求永恒 是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呢 最后当然 就不少是王子华 在最后说五分钟 爆洩的一番说话 我们做刑事大律师 每天站着就是坚持 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希望世界更公道些 不是给你帮有钱人 花几个臭钱 当我们猴子那样没有 有权有势 是法律于无物 以前大家都说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今时今日 人人都改口了 他们说法律面前 穷人含乱 其实好像我前面说过 法庭和法律 本身是给人一个伸张正义 去拿回公道 或者公义的地方 但是有钱的人 他就可以用到更多的资源 用到更多的人物 甚至乎是用他们的影响力 去左右参与这件案件的有关人 就好像许文彪那样说 越有钱越有得玩 如果在资源条件不一致的情况下 这样还算公平吗 这条片讲到这里 正式结束了 希望大家支持香港电影 支持毒舌大壮 入场看 还要看两次三次 二刷三刷 录完这条片之后 我就会出发去日本 所以未来几天 可能回复留言的速度 是会比较慢 如果你们支持这一套电影 或者支持我这个 广东话的体后感的频道 就记得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们想知道 我在日本有什么建文 例如吃了什么好西 去了什么地方 或者买了什么漂亮的衣服 大家就要加我这个 DimensionD的IG 没错 其实我DimensionD的IG 在去年的12月就已经开了 最主要是会介绍一些 跟文化相关 或者跟fashion相关 或者是一些生活的点滴 那如果你想知道 我日本有什么建文 记得立刻去 这个DimensionD的IG 还有如果你支持我这个 DimensionD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也支持DimensionD的IG 那这条影片就是这么多 我们下次再见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拜拜 喂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like and share 留下你们的建设性留言 还有subscribe我这个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下次有新影片 你们就会立刻第一时间知道的啦